老闆我们家羊肉串非常好吃老闆 不是10万的电脑老是难拼啊兄弟们 他是不是中间10万里面吃了9万然后给我安排给我那个 弄了一个1万块钱的电脑啊 我气死了我真的是 我这个真的是卖电脑的人真的是我等一下打完就把直接拉黑那个人 我打完这把拉黑就卖电脑的那个人真的是 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个人了真的是 不一定都没有那种什么电脑出问题了都不会 想处理什么的 真的是卖了就可以了卖了就那个赚了钱就走了这个人 我正想打死他兄弟们那个人 不是卖了两台电脑那个20万的电脑那个两个电脑全都是蓝品 玩不玩你要看整体配似的我看了呀我那个 我当时都跟他配好的呀这个 别人都说这个人是很专业的他说 他不会骗人我问过其他人他说这个人 好多主播找他买什么 这个人不会骗人什么的 那个什么出问题都会来解决 妈呀出了问题已经是 都已经一年多了大哥 别说了兄弟们算了我就打完这把拉黑我真的不想看见那个人 我现在都不想看见那个人我已经直接拉黑真的是 还骗了我知道吗他还说什么 到时候有一个新的显卡出来什么之前什么电脑对不起什么 真的是什么太忙了我没时间过来什么修 他说送给我一台电脑新的电脑什么 他一开始跟我说什么退钱什么的我说 退钱算了 然后他说什么会送给一台那个什么那个3090的那个 人直接消失了玩不玩 当然已经有电脑了买了那个早就买了 但那个是 之前出问题了然后买了2080TI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用2080TI 直播的 后来觉得没有问题了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电脑 确实里面换了一个就是没有问题 觉得 这个也应该没事吧 叫人上门 修啊 我叫了我叫过人了 然后呢他们都说这是水龙电脑 他不他们不敢那个 不敢拆 他们怕开了就 打开就坏了 他们说怎么我跟你说要赔钱什么的 因为这个电脑本来就有问题了本来就出问题 让我跟他说 那个开然后他说他不敢开 他说如果就再出问题什么又坏掉了什么的 他 他说不敢开我照过好多人他们都走了 这个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玩那个秀电脑的我又不是那个IT的根本 我问过那些什么这些主播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然后我问了那个之前我在一个一个地方买了那个在网上买了电脑我问了那边那边的人他说在我们家的买的电脑出了问题吗我说不是他们说啊不好意思那没办法帮你 玩不玩 不是 真的兄弟们 我之前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个那个2080TI在网上买的 然后呢我跟他说我家里有一个有一台电脑又坏了什么蓝屏了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然后结个图画给他 你知道这个你们知道这个人说什么吗 他说说在我们家买的电脑坏了吗 我说不是 另一个 他说啊这个没办法 亲 不好意思 玩不玩 你还是要帮我要打个 我那天被那个傻优骂了你们知道他说 所以当时谁叫你买这么贵的电脑什么事我说 不是这样子啊我是一个主播啊然后那个 我看其他人都买的那个这种电脑啊然后都没什么问题我说 那为什么呢我可能说运气不好然后被他骂了 被他骂了一晚上 但是后来好了因为我这个人 直接 不用解释了吧兄弟们 每次他骂我的时候我就是 没事 可以的 不知道 反正这个 不知道还算了我就我不想管 我不想管这电脑的事情 如果在蓝屏呢我就再换一台我们我先用我们家的那个2080ti 然后后面做 那个 再那个 换个那个3090的 这一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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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